因為我看到國政顧問團的召集員 張善政也特別提到希望可以改變草包 那以國政顧問團來講 國政顧問團到底你們要提出 什麼樣的政策跟政見 可以改變韓國語呢 現在看起來整個形勢裡頭 它好像都是一個關鍵的所在 來 廖老師 我可不可以先從鐵達尼開始講起 當然可以 因為每個人都在講鐵達尼 今天鐵達尼全會交給了 最後留下來是變成女主角 是李嘉峰 那不曉得了 因為我先有一個基本的觀點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說鐵達尼傳 然後沈富雄我們也認識很久了 他也是滿有魚不禁人死不休的能力了 不過好 大家都講鐵達尼 其實我必須先特別講一下 鐵達尼船誰可以登上這船 國民黨那些人是開鐵達尼 OK 承認 但是是什麼人坐得上鐵達尼 那是超貴的船 你要買一張船票 你看那裡面包括他說的女主角 那都是貴族 那可憐那個男主角 是因為沒有辦法買上票 是偷偷偷上去 才會去追著這個女主角 大家都記得嘛 那個追那個女主角的男生 是貧窮的 是庶民的 是韓國瑜的死中職者 他在現有的政治局面上 找不到 找不到 對 找不到出口 那我也可以這樣說 現在郭董啊 就跟韓國瑜開不同船 其實韓國瑜是沒有船可以開的 他沒有資金 因為現在這 為什麼那些小雞不找母雞 因為母雞沒有錢 國民黨也不給錢 那什麼呢 選舉捷運款有2600多萬不是嗎 2600多萬根本不夠一個立委選 如果大家瞭解台灣的生態 這個其實都是航家 就是現金他會捨 那這個真是他的事情 但是這些錢也不夠全國的立委 國民黨提名的 所以呢 可能我覺得郭董呢 比較像是當初造鐵達尼船的那個船東 他也不在船上 所以他有資格以這種船東的身份 再去造船 或者再去拉攏這些沒有上船的人 那是他的選擇 所以其實這些沒有上船的人 從韓國瑜的角度 就是其實我們這些都open的 那有人給大家工作機會 大家都高興 因為這些人等著工作機會 這些人不上船的人是最大多數 他沒有藍綠 他就是希望經濟好 日子過得好 找機會能夠有一口飯吃 那所以我講這個鐵達尼號 可能沈富雄搞錯了 那韓國瑜這邊跟整個他的職責 基本上都不在鐵達尼上 他就在岸上在看的人 他們在等機會的人 第二個大家都在罵國民黨 我聽剛才那個我們這個 張雨勺講的也很好 他說好像已經結束了 選擇結束 他說現在好像自保自棄 我就想到 大家都講了吳敦英的算計 真厲害 你們講的都很好 我真是都讚佩的萬分 那不管你怎麼去損 但我覺得吳敦英真是會算計 確實 那也讓我想起來2004年 稍微回溯一點歷史 那時候的國民黨 也是這樣的亂七八糟 因為沒選上 阿扁還是連任成功2004年 所以那時候國民黨被形容成叫做 《紅樓夢》 像那個小說 《紅樓夢》裡面好像空有殼的一個大家 底下肺墟都快看了 然後呢 那時候的民進黨被稱為叫水浮傳 108條好看 每個都勇猛 都是要登山比戰 那時候呢 那親民黨成立了 那親民黨叫什麼呢 叫做三國演員 不是叫做那個修記 因為就是一個唐僧帶著幾個人 那可以實際時代變遷 我覺得國民黨呢 現在呢 反而像水浮也不錯 因為一個像是過去 《紅樓夢》這種大家族 一個好像一個領導人物 以前叫《紅樓夢》叫賈母嘛 那他不像樣了 然後各自去拼山頭 這才是生機 就像過去的國民黨一樣 因為過去的 過去民進黨一樣 水浮傳 108條好看 一個個簡直是 都是各自能幹兇悍的 去打天下 那國民黨其實要恢復到這種情境 他才可能有生機 如果照過去還是一個空殼 一個黨主席講的所有都算 那這個黨其實就沒有用 那那倒是現在的民進黨呢 比較像西遊記了 大家都護著一個小鷹 那底下是不是能夠真的是 多元意見 我看最近陳菊被柯文哲說得很兇 不管大家同不同意柯文哲 我都聽得還蠻爽的 因為我個人有些親身體驗 剛才我聽我們這位年輕朋友說 這個韓國瑜的穿運艦扮演魯夫 魯夫其實在卡通的意象裡面 他是反威權反極權 魯夫你看看你自己的政黨 過去威權極權 他講的是過去式 這一段時間你一定沒有參與過 過去國民黨威權極權 你還太小了對不對 從歷史書上面都可以 歷史書上 那對不起我們這種人物是走 曾經親身經歷 結果你現在如此麻木不仁 我真的覺得匪夷所思 首先我要糾正你 鐵達尼還有庶民是可以上去的 那時候捷克是在賭國當中贏得船票 他在進入這三等差 那還是贏了錢 所以你如果沒有看過這部作品 他的艙房裡面最底層的 都是你所謂的庶民 廖教授你根本沒有看過鐵達尼嗎 還要出資的船中 最後也在船上 你的類比完全錯 我們怎麼討論 出資的船中 還有另外董事長在外面 不見時候上去 因為鐵達尼不可能融下世界所有人 也不可能是台灣所有人 他就是一部分 而且如果你覺得說韓國瑜 他真的關心庶民的話 讓我講完可不可以 這基本的禮貌 我只是請你為時也基本禮貌 我說威權這個時代 是我們走過 你問姚麗 剛剛姚麗老師講話的時候 你也一直插話 所以我現在也是補充你 告訴你說 如果韓國瑜真的在乎 庶民的見解的話 他是不是先把高雄庶民固好 先不及 高雄的農漁民 高雄的庶民都沒有做好 你就要去選總統 等我先講完 高雄又老又窮 那當然依有這樣的一個 等我先講完可以嗎 立志要把它做完 來 我完全同意 他本來應該把高雄市做好 那九個月時間來判斷 全部的承諾 那稍微也是急了一點點 因為我看到 國政顧問團的召集員 張善政也特別提到 希望可以改變草包 那以國政顧問團來講 國政顧問團 到底你們要提出 什麼樣的政策跟證件 可以改變韓國瑜呢 現在看起來 整個形勢裡頭 他好像都是一個關鍵的所在 來 廖老師 我可不可以先從鐵達林開始講起 當然可以 因為每個人都在講鐵達林 今天鐵達林 我覺得他剛剛講說 最後留下來是變成這個女主角 那不曉得了 因為我先有一個基本的觀點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說鐵達林船 然後沈富雄 我們也認識很久了 他也是蠻有那個 魚不禁人死不休 這種冰山 魚不禁人死不休的能力了 不過好 大家都講鐵達林 其實我必須先特別講一下 鐵達林船 誰可以登上這船 那國民黨那些人是開鐵達林 OK 承認 但是是什麼人坐得上鐵達林 那是超貴的船 你要買一張船票 你看那裡面 包括他說的女主角 那都是貴族 那可麗那個男主角 是因為沒有辦法買上票 是偷偷偷上去 才會去追著這個女主角 大家都記得嗎 那個追那個女主角的男生 是貧窮的 是庶民的 是根本沒有辦法買上船票的 所以上鐵達林船上的這些人 不管他冰山怎麼樣 他們是一群有錢人 韓國瑜的支持者都不在船上 沒有資格上船 都是窮人 都是庶民 都是深斗小民 都是只能看著船遠遠去的人 頂多有幾個偷渡 最後那還是犧牲的人 那這一群人是韓國瑜的死中支者 他在現有的政治局面上 找不到 找不到出口 那我也可以這樣說 現在郭董 就跟韓國瑜開不同船 其實韓國瑜是沒有船可以開的 他沒有資金 因為現在這 為什麼那些小雞不找母雞 母雞沒有錢 國民黨也不給錢 選舉間一款有2600多萬 2600多萬 根本不夠一個立委選的 如果你大家了解台灣的生態 這個其實都是行家 就是現金他會什麼 那這個真的是他的事情 但是這些錢 也不夠全國的立委 國民黨提名的 所以呢 可能我覺得郭董呢 比較像是當初造鐵達尼 船的那個船東 他也不在船上 所以他有資格 以這種船東的身份 再去造船 或者再去拉攏這些 沒有上船的人 那是他的選擇 所以其實這些沒有上船的人 從韓國瑜的角度 就是其實我們這些都open的 那有人給大家工作機會 大家都高興 因為這些人等著工作機會 這些人不上船的人 是最大多數 他沒有藍綠 他就是希望經濟好 日子過得好 找機會能夠有一口飯吃 那所以我講這個鐵達尼號 可能沈富雄搞錯了 那韓國瑜這邊 跟整個他的職責 基本上都不在鐵達尼上 他就在岸上 在看的人 他們在等機會的人 好 第二個呢 大家都在罵國民黨 我聽剛才那個 我們這個張宇少 張宇少講的也很好 他說 是不是好像已經結束了 選擇結束 他說現在好像知保之計 我就想到 大家又講了 吳敦義的算計 真厲害 你們講的都很好 我真是都讚佩的萬分 那不管你怎麼去損 但我覺得吳敦義 真是會算計 確實 那也讓我想起來2004年 稍微回溯一點歷史 那時候的國民黨 也是這樣的亂七八糟 因為沒選上 阿扁還是連任成功 2004年 所以那時候國民黨 被形容成叫做 紅樓夢 像那個小說 紅樓夢裡面 好像空有殼子 一個大家 底下進去 廢墟都快灘了 然後呢 那時候的民進黨 被稱為叫水浮傳 108條好看 每個都勇猛 都是要登山比戰 那時候呢 親民黨成立了 宋楚成立 親民黨叫什麼呢 叫做 三國演 不是 叫做 秀記 因為就是一個唐僧 帶著幾個人 那可以實際 時代變遷 我覺得國民黨呢 現在呢 反而像水浮 也不錯 因為一個像是過去 紅樓夢這種大家族 一個好像一個領導人 我以前叫 紅樓夢叫做賈母 那他不像樣了 然後各自去拼山頭 這才是生機 就像過去的國民黨一樣 因為過去的 過去民進黨一樣 水浮傳 108條好看 一個個簡直是 都是各自能幹兇漢的 去打天下 那國民黨其實 要恢復到這種情境 他才可能有生機 如果照過去 還是一個空殼 一個黨主席 講的所有都算 那這個黨 其實就沒有用了 那到現在的民進黨呢 比較像西歐基了 大家都護著一個小鷹 那底下 是不是能夠真的是 多元意見 我看最近 陳菊被柯文哲說得很兇 不管大家同不同意柯文哲 我都聽得還蠻爽的 因為我個人有些親身體驗 剛才我聽我們這位 有些年輕朋友說 哎呀這個 殘國瑜的汉 穿越劍扮演魯夫 魯夫其實在卡通的意象裡面 他是反威權反極權 不過你看看你自己的政黨 過去威權極權 他講的是過去式 這一段時間 你一定沒有參與過 好過去國民黨威權極權 你還太小了 對不對 從歷史書上面都可以 歷史書上 那對不起 我們這種人物是走 曾經親生經歷 結果你現在如此麻木不仁 我真的覺得匪夷所思 首先我要糾正你 鐵達尼號庶明是可以上去的 那時候捷克是在賭國當中 贏得了船票 他在進入這三整艘 那還是贏了錢 所以你如果沒有看過這部作品 他的艙房裡面最底層的 都是你所謂的庶明 是 廖教授你根本沒有看過鐵達尼嗎 還有出資的船中 最後也在船上 你的類比完全錯誤 我們怎麼討論 出資的船中 還有另外董事長在外面 不見得所有上去 因為鐵達尼 不可能融下世界所有人 也不可能是台灣所有人 他就是一部分 而且如果你覺得說 韓國瑜他真的關心庶民 你也讓我講完 讓我講完可不可以 這基本的禮貌 我只是請你為時也記得禮貌 我說威權這個時代 是我們走過 你問姚麗 剛剛姚麗老師講話的時候 你也一直插話 所以我現在也是補充你 告訴你說如果韓國瑜 真的在乎庶民的見解的話 他是不是先把高雄的庶民 顧好嗎 高雄的農漁民 高雄的庶民都沒有做好 你就要去選總統 等我先講完 等我先講完可以嗎 立志要把它做完 來我完全同意 他本來應該把高雄市做好 那九個月時間來判斷全部的承諾 那稍微也是急了一點點